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新冠肺炎疫情日益援俊继三峡祖师庙因为配合防疫取消大年初六赛珠宫的庆典之后 三峡区公所也宣布为了避免春节期间扩大群聚感染 邀请区内各里长延商大年初四到十八祖师宫圣诞落境活动也全面的取消 三峡清水祖师圣诞祭典被列为民俗类无形文化资产 每一年农历正月初六的赛神猪活动是三峡全年的最大盛会 而今年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 庙方已经宣布配合防疫措施取消了春节期间的所有活动 此外 庆祝祖师公圣诞的全区二十八里绕境 周近平区长也宣布取消办理 像我们祖师庙呢取消了神猪比赛 还有在入庙城这样的活动 还有绕境 还有在我们里面的一些头颅箱 那另外在其他公庙也相对像我们广行宫也把灯会延期 大家都为了防疫在做努力 所以我们公所跟个里呢 就决议在二十八个里绕境的部分也在今年一律来取消 那这个谢谢大家一起为我们的防疫来努力 新冠肺炎疫情日益严峻 三峡区长周近平也感谢里长们共体时间 同时也呼吁民众 年节期间尽量避免到人潮多的地方 务必要配合量体温 戴口罩以及做好消毒工作 并且保持防疫距离 记者沈金华 吴志恒 三峡采访报道 新北市第九十家公共托育中心达标 分别是板桥中山 南兴以及如洲国中等 三家公共托育中心 收拖三十五到六十名不等 零到两岁的婴幼儿 总共收拖一百四十五个名额 新北市长侯友宜主持启用仪式 表示新北市是个大家庭 呵护小孩提高年轻人生育的意愿 三二一 请点灯 新北市台湾 位于板桥税捐处新成立的板桥中山公共托育中心 由新北市长侯友宜主持启动仪式 同一栋大楼内除了有托育中心之外 还有员工子女托育中心 照顾市民和员工的孩子 落实友善 社区照顾 展现全方位公共托育 我们现在总收拖率已经达到百分之三十五 占全国的平均数百分之十到十五 可以说是全国最多的公共托育 在公共托育的量 我们总数是4717年 也占全国公共托育的量一半以上 板桥中山公共托育中心启用 同一时间包括了板桥新南 以及卢州国中等三家公共托育中心 也一并加入营运 新北市达成预设目标 总计从一百年开始到现在 成立了第九十家公共托育中心 善用工友场馆 包括了学校 活动中心 公益回馈处 让年轻人感生感养 降低负担 我们的公共托育要不断的做 创造更多年轻人的安居乐业的梦想 所以新北市会潜力以赴 不但公共托育要做好 我们的公立幼儿园 以及准公共化的幼儿园 现在已经收到三万九千八百名 每年都在朝增班二十五班以上 最近这三年已经增班将近打百班 我们努力往前走 让年轻人感生感养 新启用的三家公共托育中心 预计可收拖一百四十五个名额 启用的当天同步开放网站 及现场报名 家长可以透过社会局网站 新北育儿资讯网来查询相关资讯 记者林立如志恒新北报道 越接近过年越忙着筹办年菜 但是许多弱势家庭 可能伤脑筋如何过个好年 立委罗智政联合新北市小土狗志工协会 板桥东区福伦社等单位 办理寒冬送暖赠年菜 扶牛贺喜迎新春活动 准备丰盛的年菜组合 加上总统蔡英文的红包 制政给板桥 深秋里 福秋里等27个里的弱势家户 让他们能够有丰盛的年菜过好年 热牌 绍兴最下 狮子头 立委罗智政说出一口好菜 统统都是过年的应景菜色 而他所介绍的这些年菜 由他发起寒冬送暖正年菜 扶牛贺喜迎新春活动 联合了新北市小土狗志工协会 板桥东区福伦社等单位 为板桥深秋里 福秋里等27个里的弱势家户 准备了丰盛的年夜饭 让围炉的这一餐能够摆满应景年菜 迎接扶牛道 这个我们同时也准备了 刚出入的总统联名的议员红包 要送给大家 赠送年菜菜色丰富 再加上总统蔡英文的红包贺喜 福牛年送给弱势家户好兆头 而捐赠年菜的地点 选在地方邻里重要信仰中心 深秋福德宫 当地里长陈连城 也是庙方委员会委员之一 除了认同罗智政 联合社团及企业的善心意举之外 更期盼举办多年的送暖活动 能持续办理 造福 弱势家户 纸箱包装的冷冻年菜重量不轻 罗智政及服务处的同仁一一为他们服务 搬上交通工具或是协助送到家 希望能在疫情吃紧 弱势家户更受影响的情况下 祝福他们扭转困境迎接福牛年 新的一年平安顺利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新北市中和区连城里里长林仁凯举办 寒冬送暖活动 预计照顾40个弱势家户 帮助他们过好年 为此地方公庙 例行福德宫 民进宫协助行善捐赠物资 还有里民朋友们捐赠现金购买民生用品 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让弱势家户能够过好年 冬天最需要的棉被 还有生活所需物资 统统摆满一桌子 新北市中和区连城里 举办寒冬送暖活动 由里长林仁凯发起 预计要送给低收中低收入户 以及中低老人等40个家户 希望让他们能够感受到 里内的关怀心意迎接福牛年 这一次的目击的一些物资 比较多一点 有我们的棉被 还有我们的卫生籽 还有米 还有香油 还有面 以及洋肉鲁 还有洗衣精 里长说关怀弱势寒冬送暖活动 举办了许多年 今年最要感谢地方公庙 例行福德宫 民进宫协助行善捐赠物资 另外还有居民捐款赞助 购买生活用品 大家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为弱势加户筹办过年物资 为他们准备一个好年 也是迎接一个好的开始 这个时候我非常感谢我们里内的一些三星人士 来赞助我们这次的最末年终的一个重轮爱心活动 我也感谢我们那个立行福德宫 还有明进宫 以及我们王张艺兰女士 还有邓蔡一花女士 还有张春安女士 来募集这些物资 物资一件一件装入红色袋子内 看起来就像是福袋的感觉 里长发起加上立行福德宫 民进宫以及地方善心人士的大力协助 希望把福袋送给里内40个弱势加户 大家一起欢喜过好年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福和国中在寒假期间开办AI课程 和师大科技应用与能力发展资源学系 以及微胜电子产观学合作 将AI影像辨识和新著名议题结合 融合了108课纲 让学生在研习过程中 学习AI思考模式迎接AI时代 学生制作的一个机电整合的输送带作品 测试目棍是不是能够照程式指令动作 福和国中和师大科技系合作 举办了AI动力营 并且结合了新著名文化 进行彩绘以及文化特色资料收集 将这些元素结合在作品中 师大科技系教授张玉山表示 接触AI课程最重要的是要以有趣的元素 来吸引学生主动认识 逐步理解其中包括的各种技术应用 最大的目标就是要让小朋友觉得 哇 学AI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而且学AI很有趣 我想这个是启发它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动机 那接下来我们在课程里 有介绍了简单的操作 包括影像模型的建立 辨识啦 那我想它有了这些基础之后 以后它就可以接续更多 比如说城市设计这方面的课程 去做更深入的研习 而协助上课的讲师也说 对国中生来说 与其一开始教他们城市语言 不如以实作的方式 让学生在做中学 有兴趣的再进一步去找答案 以现在学生的年龄来说还不是很大 那在背后的太深入的演算法 其实他们也不需要这么早了解 应该是说他们先建立了一个概念之后 然后去启发他们 让以后呢 对这个区域有兴趣的学生 他们就可以去深入的了解 而来参加的学生也玩得很开心 也打破他们对AI的极低影响 原来现在的生活中 随处都有AI 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 这次在AI体验营当中我学到了 就是AI是可以分为强人工智慧和弱人工智慧的 强人工智慧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机器人那样 而弱人工智慧是单纯就做某些特定的事情 像是扫地机器人啊 LINE啊 FB等等 透过这个机会我可以去更认识说 这个我本来就有进学的东西 然后也有老师来教我的话 就是会比较容易去学啊 因为我以前的话我都是自己去翻那个书找 自己自学的话其实是有点困难的 就是学习这种程式语言的话 果然是用实作实作的方式 是可以去增加自己的学习能力 而复合国中范晓荣校长也表示 这次很感谢台师大的合作 并且融合了108课纲 将素养教育结合其中 所谓的程式课不再是冷冰冰的人与机器对话 更增添了人文关怀 我们透过这两天迎对的方式 让孩子结合新著名的议题 去融合在他们的一个学习的主题里面 更希望孩子们从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中 去更认识AI的课程 进而呢去影响他们未来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动力 把AI科技的内容结合文化融合的理解 再应用到生活情境的问题解决 张玉山教授也表示 后续将持续产观学合作的模式 发展更多AI教学模组 让孩子有不一样的学习历程 挑战未来的世界 记者赵世渊吴志恒 永和采访报导 新北市新庄区新泰国小日前举办爱无限的可能会画展 作品都是由罹患重症的儿童创作 学校希望借此启发孩子的生命教育 让他们更珍惜目前所拥有的一切 揭开画作作为开展仪式 这是由一位罹患随母细胞流的儿童所画的 他画的是医院窗外 月亮在繁星陪伴下的美丽星空 可惜的是画作展出时 小组人已经过世 黄点儿童重症辅助协会 带着24幅重症儿童的创作 前往新北市新庄区的新泰国小展出 这些创作者都是因为生病无法前往学校就读 协会提供艺术陪伴服务 请老师前往家中或是医院教导他们画画 让他们感受学习的美好 也在创作过程中肯定自己 我们到各个小学 我们透过生命影响生命的这个意义 然后把孩子生命斗士的故事 传达给我们在国小的学龄孩子 不管他几岁 其实我们想种的就是一个爱的种子 或许这个艾苗现在他还不知道那个是什么 但是透过我们画展 我们动态导览的概念 让他们知道有一群孩子 即便身体不舒服 他们还在为了他们的生命在做打拼 创作中有画出生命术 展现生命的能量 以及爱无限延伸的期待 还有人画了一只花豹 希望自己能够健康 像花豹一样的敏捷 另外有小画家画出了对学校生活的盼望 协会邀请小朋友和这些创作者做朋友 在小卡片写下想对他们说的话 再放进给小画家们的资料夹 我写希望你们的病会好一点 然后希望他身体会再恢复原状 希望你能跟我们做朋友 希望他的病可以好起来 他就可以参加万圣节了 这些重症额的创作在学校展出 学校师长以及家长就认为 能够带来生命教育的启发 让他们更珍惜目前所拥有的一切 希望我们的孩子从那里面可以看到 并且试着去在关爱别人 去关心有需要帮助的人的情况之下 还能够思考 自己在这样四肢健全 身体健康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应该更加努力的去面对人生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生命教育 我有机会我可以带他去多看看 然后让他知道说其实妈妈生给你这么好的身体 那你自己其实要用心 就是自己要好好的爱惜自己 那不要让妈妈生气 重症额因为生病在艺术陪伴下 培养兴趣丰富生命 也透过画作将这份生命力带到学校分享 将爱无限延伸 传递到各角落展现正面能量 记者赵世渊新庄采访报导 中家新闻和青松电台FM96.9联合播出 欢迎一起收听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请不吴俊松 大家好 我是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一军 指挥中心根据疫调评估 公布个案公共场所活动地点 如果您曾出入个案相关活动地点 请自主健康管理至接触后14天 期间如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 请佩戴医用口罩 尽速至指定社区裁检院所就医 您可至疾管书网站或播1922专线 查询与您最近的裁检院所 提醒您